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打時空之門 今天有新的深淵副本是 這個新系列 就是鞋骨系列裡面的 深淵卡 這個關卡不能掩蓋10萬 那張卡本身就 可以當是一張艾德 因為他的開技可以個人有高攻擊力 而且沒有艾德那麼誇張 而且其他人都可以攻擊 但是他自己的攻擊力很高 都特別高了 那這裡呢 你看到我隊伍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我會無緣無故調轉隊友和隊長呢 因為之前呢 在打這個關卡之前 我就要調一調位 但進來之後 我又忘了調轉頭 結果呢 我剛剛就看了在遊戲裡面 即是戰鬥途中 就改不了 所以這一場呢 是要 是在打左邊的珍華石 那 搞到我的表現都是一般的 很明顯可以看到 尤其是去到後段 你會看到 然後呢 斷了清啊 各樣東西 那其實第一關這裡秒不到 其實都很失敗一下 那最後是因為這張 那這場狀態就麻煩了 但是出來的分數 我昨天放了圖 九萬三了 即是你剛剛也看到九萬三了 然後出來的分數呢 是高了 那你等一下就會看到了 那很神奇的一件事 那這個關卡就有 三個的通關獎勵 好像是三個通關獎勵 對不對 對啦 一個就是要 有 五萬分 對啦 五萬分通關 一個就要十回合來通關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不用 用小公司 回復活 那我昨天就 解了 昨天那一場 就是九萬三了 即是有Fatel Photo那一場 解了 所以這裡就 對啦 這裡是解不到 其實就改 這裡用了十一回合 對啦 以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這裡就是三個肥 三個肥的就要有 要有金銀銅才能攻擊到他們 那分別是金銀銅 那不是說要有金銀銅才能攻擊到他們 對啦 那這裡就 可以轉全體就全體啦 可以拉全體就拉全體 對啦 那這個位置 你看到是進了Fever Mode 那就是所有 所有金銀銅還不在呢 那就成問題了 但是這裡既然進了都要拉 那這裡 那這裡 雖然我進了Fever Mode 那這裡 那個 出來 是有一個金的 那就是殺了金的那一隻 那蝙蝠都應該死無全屍的啦 那剩下兩隻銀銅 銅呢 OK的 剩下兩隻是OK的 但是 也有點危險啦 所以 應該要開白旗的這個位置 那一路手撐著 一路手撐著 那這裏最少要留到一個銀銅 如果不是就很危險啦 那這裡留到銀銅就沒有問題啦 殺到一隻啦 那如果最理想的話 就是一回合之後是OK的 那打這個關卡就建議你第三關要入Fever Mode 所以直接爆死他 但我一會兒就看到是 失敗的 第三關要進Fever Mode的原因 就是要減少精華石的數量 因為第四關 根據精華石的數量 會增加負面效果的回合數 越少精華石的話 會增加負面效果的回合數 會增加負面效果 剛剛我流到銅 Fever Mode 秒殺到他 總之就殺了他 第三關 一隻是攻擊時轉心珠 就不用他 右邊那隻可以煩一點 這裡還未滿血 OK 右邊那隻煩一點 這裡要加攻擊力 這關一定要殺 那是保險來的 可以不開都可以的 如果你超有信心 但我這裡開保險 尤其是按手殘的情況下 但這場的情況下真的很手殘 這個位置手殘了 但幸好沒有斷秤 右邊那隻會把你的反擊回復 他又說改了那個技能 他又說技能有異常改了 我就不理了 總之這裡要殺 這裡理論是要做Fever Mode 誰也知道 我進不了Fever Mode 可以看到了 整棟東西有八顆 八顆的精華石 就是下一個 負面效果 就會有八回合的時間 這個位置就不要緊 對面就不會美化我們 理論上來到這個位置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不要爆Fever Mode 在這一關 不要爆Fever Mode 慢慢打 對面可以慢慢打 對面可以慢慢打 不是太大威脅 下一關那個就威脅 而且下一關 以我這些人來說 最好就入Fever Mode 但是呢 這一回合控制到 Fever Mode 是爆不到 看到精華石拉床幫他 不習慣 這一回合我控制得到 但是下一回合又出事 其實減少了30%攻擊力 不爆Fever Mode 兩回合都可以解決 大家可以看到 那來到這個位置出事了 這個位置出事了 這個位置出事了 就是Fever Mode 但是進了Fever Mode 無論如何都要去 用力的了 這裡無奈 那就 剩下 沒什麼精華石拉 下一關 下一關就比較麻煩了 下一關就是會有 負面石的掉落 增加 負面石的掉落 增加 而且 還有一個 就是 就是 右邊那隻比較麻煩 一點 反而左邊那隻掉負面石 就沒什麼問題 右邊那隻就麻煩了 右邊那隻會吸收負面石 然後加攻 嘩 我們撐到第一下 撐不到第一下 撐不到第一下 這裡呢 是 有技就開技的 建議就 因為這關呢 比皇關更難打 因為入到皇關 只要你懂體智的話 還有你懂得用技的話 是不會有事的 但是這裡真的非常危險 對 有什麼技能都可以開的 這個位置 看到解那個 尤其是炸彈這些 是最麻煩的 那個 石化也好一點 炸彈真的很麻煩 那這裡呢 就秒殺不了我們 但是非常危險 因為對面吸收了負面能量石 負面石 不是負面能量石 負面石 所以這一刻 對面是會秒殺我們的 那這裡就什麼都可以開了 好像我剛剛說的 那我開了武藏這個技能 武藏這個技能 武藏這個技能是超好用的 我沒有求要在這裡 放到編分武 那我沒有 好像不是 這裡兩顆負面石 就阻礙了 這位置真的阻礙了 這裡真的阻礙了 這裡天降了一顆炸彈 那麼三顆的負面石加在一起 就可以 這裡 都是三顆負面石連在一起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感覺不到 這兩顆炸彈真的煩到不得了 是隔開了阻礙了 我還未掌握到燒的方法 幸好斷了Chin 按低combo的情況下 又幸好有技能加持 都秒到 到王關 王關要體制 裡面滿血障體制是不會死的 所以黑底絲的用途就在這裡 先扣一扣 扣完後對面就玩完了 這裡的炸彈可以爆 來到這裡 所有負面石都沒有了 過了 這裡進了Peeper Mode 最好 看看能否兩轉換三轉 一開始就扣走了兩顆鑽石 看看這裡可以不可以 這裡是一般的 拉走了一顆鑽石 所以最後兩顆鑽石就好了 但不要緊 秒殺成功 然後神奇的史出來了 我以為這場就打得這麼慢 Cumbo和Chin都這麼低 但幸好它計分方法 不是平均Cumbo和Chin 現在 是計分方法 是計分方法 所以就改了 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是我很遲止 我才知道 這裡是48-47 如果是計分方法 我應該玩完了 但這裡是Max 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計分後 反而是90000 反而是90000 還超過了 那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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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座